鸡蛋 爹 conteúdos 神经常 莫折 他們也想 counter 给我们留点准备 这是在后这儿啊 你看房房那个 看家庆都超时 看呗 这个整个单元是全部跑完 街道变成了河流 仅有几条高一点的路 击免了大水的满路 商店 高速公路 家里 都浸满了水 让人们在看似安全的家中 和被洪水淹没的门外 做出选择 水主要从附近的两个水源 玉龙河 金宝河 涌入到镇上 这个来自摄影师 陈彦的360度全景照片 显示了杨朔主城区的 一个大型十字路口 他所通往的四条主街道 无一不受影响 受洪水影响 最严重的地方 是镇上的新开发区 行驶到甲锈桥上的车辆 被一一困住 因为两边都涨满了大水 救生亭冲过来 营救被持续升高的水面 控着的人们 这次破坏的规模 是空前巨大的 并不只有老的泥砖房 才面临风险 还有救援队 无论是官方的还是自发的 他们全部都游走在街道上 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随着水位的不断上升 有些人争先恐后地 把车停在高处 而其他的就没那么幸运了 据说一个地下停车场 有300辆汽车都在申请保险 水一路翻滚肆虐 一个严酷的提醒就是 当自然被激怒时 它将是这个星球上 最终极的力量 这个高度的无人机画面 显示了御龙河 河水泛滥沿绵至 几公里外的每一条山谷 摧毁着大量的土地 但附近这里 河面的大小 就已经扩张到了 平时的十倍 而实际受影响的面积 还要远远大得多 街道变成了河流 仅有几条高一点的路 减免了大水的温度 商店 高速公路 家里 都浸满了水 让人们在 看似安全的家中 和被洪水淹没的门外 做出选择 水主要从附近的两个水源 玉龙河 金宝河 涌入到镇上 这个来自摄影师 陈彦的360度全景照片 显示了阳朔主城区的一个大型十字路口 他所通往的四条主街道 无一不受影响 受洪水影响 最严重的地方是镇上的新开发区 行驶到甲秀桥上的车辆被一一困住 因为两边都涨满了大水 救生亭冲过来 营救被持续升高的水面 控着的人们 这次破坏的规模是空前巨大的 并不只有老的泥砖房才面临风险 还有救援队 无论是官方的还是自发的 他们全部都游走在街道上 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随着水位的不断上升 有些人争先恐后地把车停在高处 而其他的就没那么幸运了 据说一个地下停车场 有300辆汽车都在申请保险 水一路翻滚肆虐 一个严酷的提醒就是 当自然被激怒时 它将是这个星球上最终极的力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